以下維港日落景色在哪裏拍攝 秀記灣 秀記灣嗎 這裏好像秀記灣 這裏應該是紅磡吧 這裏在西環尾那裏 近堅尼記城 那個長狼 那個長狼那裏 那裏 這張景色不知道 這張就是 說真的我不認得這裏是哪裏 遊輪碼頭 關堂 這個真的 這個 這個 去尼島 這個去尼島嗎 中華去尼島 後面有條橋 戒掘嘴可以分 戒掘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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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這裡 這裡 銅鑼灣 應該都是銅鑼灣避風塘 在天后那邊拍攝的 中華 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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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Marco 以前我是一個電腦科老師 所以學生有時叫我曾sir 因為我本身姓曾 我現在在從事藝術買賣和收藏工作 釣魚已經釣了30年 釣魚時其實有一個神秘感 當你還沒釣到這條魚上來 其實還未知道它的樣子 究竟這條是甚麼魚 上來後就會開鼓告訴你是甚麼魚 其實是充滿神秘感的 叫我天天都可以的 本身自己的職業都是做錢幣 就是比較古老的職業 自由工作 所以就多了很多時間釣魚 其實我會瘋狂一點 好像一有時間放工就會去碼頭 但如果去到船釣 就像維港這一帶 我一星期都應該有三至四次 我第一次釣魚就是小過八歲的時候 那時候就跟家人去釣魚 大概有四五家人 有幾個小朋友一起去出海玩 當時第一條魚釣到一條 大概八兩重的沙漫 那時候其實是很大條的 以小朋友來說 其實真的挺高興的 很刺激 因為其實都沒有釣過那隻魚 資歷 那資歷八歲的時候 但其實你好像上學 變相再做事 有一段時間沒有釣 但我每逢一收工 都會去碼頭坐在這裡 欣賞一下景色 一來 二來就可以放鬆一個心情 其實釣魚 即使我可以減壓 八歲的時候跟我爸爸去釣魚 那時候就去水塘的時候 就種了人生第一條福壽魚 因為釣魚其實從小到大 都是一個夢想 從碼頭釣的泥蚊開始 就有時自己放學自己去釣 由自己綁魚絲到魚勾 再勾魚利再種魚 其實是意想不到的 到這一家我都去釣魚 種了不同的魚種 我好像在儲存新油票 那種心情很激動 成哥 成哥是Marco和天天的好朋友 他是一位熱愛釣魚的水上人 幾乎每天都會穿梭維港 這天他就專程開船 請我們出維港釣魚 在海上航行 任何時刻都要注意安全 亦要遵守海事法例 千萬不要駛入維港的主要寒度範圍內釣魚 如果天氣惡劣或者身體不適 就不要硬出海了 說時遲那時快 我們已經來到第一站了 這裡其實是沙中線 沙中線的隧道面 這應該是近一兩年做好的工程 所以石頭都比較新一些 是燈牌口 多數現在躲起來了一些斑 前鏈 有些黃鞋埋起來 大概是靠近銅鑼灣那邊 你看到那邊銅鑼灣石鑊 避風塘不是有紮石 零零射射是黃一些 那些是舊的石 白的那邊就是新鋪的石 那條石鑊對面 那邊其實是沙中線 所以全部都是新的牌口 所以就會聚到一些魚 通常釣魚都是視乎艇家 看水流是哪裏適合流 就是去哪裏釣的 其實每個月的流水都是一樣的 你要看舊歷就知道 現在這個流水了 10點,現在水正在退 晚一點可能要退到最低點 就回到水漲流 其實很多種魚都不同 吃甚麼水流 有些魚就吃水肝流 有些魚就吃鑽流 通常大魚就吃鑽流時間 青斑、鱲等 通常鑽流時間才會下大蝦 還沒適合流水 所以還沒去到鑽流時間 就先釣蝦 鑽流時間應該就是兩點左右 就算會出水流 也不一定釣到魚 因為運氣第一 經驗… 都是第一 就像Marco那樣 三天不是兩天 就去維港走幾轉 要他數到維港有甚麼魚類出沒 真的可以滔滔不絕 譬如幾條隧道 我們香港有幾條隧道 紅隧、東隧、西隧 那幾個地方就會多魚 不過現在就少了 剛剛做完工程是最多魚的 其實每條隧道上面 都堆滿了很多石 去紮住隧道 那麼多石就自然聚魚 所以我們就去那裡釣魚 但是近年因為釣得多 那些位置就沒甚麼聚魚 所以就要選一些新起的地方釣 例如最近的 我們就會選沙中線為主 首先我介紹一下 尖沙咀通常我們會釣紅沙蠟 例如我身後面 我們可能會測出一些 有些紅沙蠟的釣 如果再過一點 就去到大概黃埔 對出近來就有些瓜衫 再過一點就去到黃埔對出 我們有一個釣深水牌的 偶爾會聚到一些斑 黃腳蠟 再過一點就去到北角的渠通 釣一下有沒有一些石斑 或一些雜魚釣一下 再過一點就去到三家村 三家村那邊就會釣雞魚 差不多釣了一年時間 都挺大條的 比外面遠的地方釣 香港的雞魚大 除了誠哥 Marco也認識幾位老艇家 其中一位就是基哥 聽說基哥的艇 是維港少見的木艇 不知道今天出海會否見到他 基哥 基哥 有沒有魚釣啊 基哥 青斑嗎 做什麼魚 Hello 做什麼魚啊 基哥 做呢 一斑一條 一斑一條 也好 我們剛才有青斑 有三條大石狗 在星光大道 好 那我們走吧 拜拜 拜拜 好 拜拜 慢慢釣 最深刻的激烈 就是早一年 基哥就 一早跟我們說的了 他說呢 最近有些大魚 埋了來維港 基哥就車埋了 一個勾鋪的地方 大概在那邊位置 就是天后對開 跟我們說 可不可以幫我 培條魚上來做魚餌啊 當時我們幫他培了 一條沙丘 去做魚餌 勾了之後 就拿一副粗的魚絲 就這樣扔下去 等了沒多久 兩分鐘左右 他就說 哇 中 然後我們就立刻 趕快幫他開機拍片 就幫他拿個撈機 他說差不多到了 那我就拔下去 一拔下去 哇 原來條魚很大條 大到這個撈機是 拔不下去 因為只有三分一條魚 可以進到撈機 哎呀 死了 撈不到東西 撈不到 不要住 不要住 那怎麼辦呢 那條魚走出來 那馬上 馬上就叫機哥 拿一個新的 就是另一個大的撈機給我 再賣到來的時候 我都不敢筆了 我馬上給你機哥 你自己搞定了 因為太大條條魚 等著 等著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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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他就成功 撈了上來 哇 我們很開心 因為那條魚是叫猛仔魚 有20斤重 我們很少在維港 看到這麼大條魚 還要被機哥釣上來 就是那次最深刻的經歷 某一條魚 我都不敢找到 那條魚 我只能把魚魚捏到 是今天 是啊 公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Marco就用鱼缸钓鱼 天天就用手丝钓鱼 到底有什么分别 其实用缸有它的好处 因为鱼丝容易管理 不需要像手丝 可能有机会打裂 麻烦 我自己主要用手丝为主 用鱼丝直接钓 因为我一直以来玩了这么多年都是这样 近几年慢慢转鱼竿 有时跟船艇玩手丝会麻烦些 用鱼竿技巧会好些 掌握得好些 还有有时的船不是像我们的船那么近 可能要远些 可能我们钓一些木船大隻 高身些 就会用鱼竿来钓 鱼竿比较 我自己的感觉难去感受到鱼顺 所以我就回自己的手丝会方便 还有我小时候都开始用手丝 用手丝 就要转鱼竿 但有点难度 但是如果用手丝的话 其实有手丝的好处 当然当然钓的时候 就会感应得好些 因为是直接感应 在鱼丝那边直接感应鱼 那么 鱼中了鱼的时候 就容易钓到鱼 这个钓组呢 我就比较喜欢是引物鱼的 钓组其实是什么来的呢 就是我们将鱼丝怎么绑 绑到它令到鱼肯开口吃你 还有更加容易钓到它们 钓得更加多 那这个就是钓组来的 绑了个尖位 再准备拉脚了 拉脚来预理自己的一吟 就像手一样 打开的长度是属于手的长度 再绑在它这个平位 通常我饮物鱼 或者钓一些比较大一点的鱼 斑那些 通常我会用这个钓组 那个钓组可能会比较大一点 就是这些大小 好,应该绑绑了 那我们勾一只大虾 因为我会尽量用大一点的虾 通常捲着它 以防它跳来跳去刮到自己的手 它有一个黑色的位置 它的嘴这个位置 那这里一直按下去 这样按住 如果这个方式钓组有什么注意 其实对底部的鱼 你会感觉到它定了 但是现在先让它定了 其一注意,它垂直到底部 但是要拉高一吟 就是刚才我的一吟 就是你的手的长度 由这里到底部 拉高一吟 就拿着定位置 因为如果你不拉高 有机会卡住石 卡住石就容易勾到地上 所以变相钓不到鱼 通常你的手感 它引起的时候 它是会拙住你的 就是你感受到它一直拙拙拙拙 那你慢慢轻轻收上来就可以了 正在钓鱼和蜜鱼 我要尽量找多些位置 你试试找不找到它 晚上也有 不过晚上会少一点 因为日常它会看到你的 晚上它是感光的 看不到你的 那些蜜鱼 鱼也看到 如果鱼吃泥 就一大口抢 好像抢手袋 整条丝一抢抢 如果是蜜鱼 就会这样碰一下 小小地拔一下 第一次 第一次 如果你出到艇钓 我通常都是 譬如朋友介绍 艇家不同的地区 去哪里钓 冬水或者西水 都不同 所以一般都会跟着艇家出去 每一个地区都会有不同的鱼种 冬水和西水 其实是香港的东面和西面 就是我们去冬面钓鱼 就是冬水 我们去西面钓鱼 就是西水 最重要是看天气 最害怕就是 我们只要打石湖 就是有些狂风雷暴 在海上 突然吹起来的凉风 然后没多久 十多分钟后 就落大雨 好像打百号风球 那些是最危险的 因为不能避免的 而且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灰云船浪 吃药 打底就最好了 不是没有经验 那些人一出来就会云浪 如果没有出来钓鱼的话 有些搭船也会云浪 小时候 帮我妈妈、爸爸手 出海、捉鱼的时候 最初那时候就很云 接着就连续七天云船浪 嘔捉七次、大八次就没事 就习惯了 无论是维港好、青龙头好 其实很多老艇家 他们会告诉你 一般钓的那种鱼 或者什么季节 在那里有什么鱼出现 那你自然就会在他们身上 学到如何捕捉那种鱼 因为其实相同的鱼 在不同的地方 钓的时候都不同 刚刚那个水域 那种鱼是用这样的方法来钓 自然就在它身上就学到 那可不可以用它的方法 在其他地方应用 从而去改善呢 其实是可以的 那其实我试过都是做得到 钓石口鱼 那我就绑一个波子压底钓组 那穿完一粒圆呢 我就下面绑一个鱼 最重要是穿得紧 不过呢 就这样绑呢 就似乎不太够 因为始终钓鱼呢 多一个机会呢 就会钓多一条鱼的 那通常呢 我都会绑多一个 鱼鱼 在粒圆上面 开多一条鱼丝出来 再绑多一个鱼鱼 那基本上呢 整个钓组就是这样的 那有时呢 想要它生猛一点 勾虾头 那现在没什么所谓 勾背脊都可以的 那就轻力抛出去好了 因为呢 如果重力抛出去呢 我怕你 踢着鱼丝呢 反而勾到自己 就非常之危险 我记得呢 在小时候 个个都说去码头边 在哪里挖泥鱼 很多的 一扔下去浮面 它就走上来吃 一挖几条 但是呢 近这几年呢 你基本上没有什么地方 有这样的情况可以出现 香港的渠墓 近这二十年 应该有改变了 以前呢 你发觉在维港里面 就很多污水的 但是呢 近这几年呢 真是没有见过这件事 很清 清到呢 我觉得呢 就会不会是 那些泥鱼是 没了这些东西 令到它们的数目减少呢 好 这里呢 三家村口 一般呢 我们这段时间 都来这里钓鸡鱼 我们也钓过很多次鸡鱼 鸡鱼都挺大 有时呢 一天钓几十条 一条就整斤重 这里应该是一条鸡鱼 大东西 大东西 那我拿捞机 捞机 是 大鸡鱼 大鸡鱼 一条鸡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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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是整个过程 就算钓到 钓不到 旁边的钓友钓到 你都很开心 我也是很享受过程 比例如看鱼鱼 其实反而我会欣赏景色 还有会跟朋友去吹水 聊天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香港岛、九龙半岛 一彎海港分隔两地 我是这样形容为港 我觉得在维港钓了这么多鱼 带回家 家人开心 当然 让我可以现在 拍到很多不同的影片 介绍我在维港钓了这么多鱼 其实我很感谢她 都很有感情 因为小时候 为什么我喜欢在码头坐呢 其实我比较喜欢在海 和闻到海的味道 这个是我和很多朋友分享 其实我特别喜欢她晚上的景色 相比你岸边看 和你海中间看 是不同的 那个景色 女士会觉得挺浪漫 都市人会比较有压力 我自己减压的方式 就是在码头上 静静坐下一个人钓鱼 所以很多朋友都说 你有没有机会出船钓 我就尝试了第一次 感觉是… 可否形容中毒两个字 在标准看 对 在标准的地方 因为我都不想达到 不给送一下 很多没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